电线、三民主义和诺基亚手机,美国记者拍摄的红军难道穿越了? 美国记者在云莲拍摄的照片,这只装备精良,骑着自行车,背着冲锋枪,还带着奇怪军帽的部队,难道是当时的红军?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中国的全面抗战就此开始,当时国际舆论几乎无人看好这个分裂,贫穷的古老农业国,可以对抗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日本,但是中国竟然在这场战争中坚韧的苦战下来,引来了世界的震惊,为了解读这个神秘的东方战场, 从1937年到1944年,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等一批西方新闻人多次来到中国,针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广泛的采访,他们的报道对于让世界了解抗战中的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这些盟军记者曾经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,成为记录那段历史的珍贵载体,让人意料不到的是,政治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,经过努力发掘,我国学者从欧美等相关部门获得了这批照片中的一部分,使其重见天日。 美国记者福尔曼和四名红军战士合影,这些红军战士很快被改编成为巴陆军,尽管从红军战士手中借来了一支劲道汤姆森冲锋枪,四模四样的摆弄者, 但福尔曼自己回忆当时非常紧张,因为此前多了解的红军形象,多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宣传,这种可怕的宣传让美国记者们初次见到红军史,感觉和与一群迅梦龙生活在一起没什么两样。 当然,最后他们明白,自己这种想法其实十分可笑。 不过,这些照片中,颇有些令官者眼界大开,同时感到狐疑万分,例如,福尔曼等1937年到达陕西云阳,曾在当地拍摄了大批照片。 根据其标注,照片上他们所拍摄的军队是即将接受改编的红军,也就是后来远镇华北的八路军的前身。 曾有读者如是描述看到这些照片的感受,这怎么可能是红军,肯定是伪造的。 甚至有人很快找出了这批照片中的三张典型穿帮作品。 首先,有人根据这张照片得出结论,称这支部队不可能是红军,在拍照的红军身后出现了电线,横空掠过。 而且有好几条,难道当年红军所在的云阳小镇居然已经实现了电气化,据此,可以判断这张照片是后世伪造的,或许是通过摆拍的形式在做cosplay。 据笔者查证,这的确是一个颇有难度的问题,因为云阳镇确实是解放前才通了电灯电线的,1937年的照片上,出现电线又是怎么回事儿? 不过,答案其实也很简单,红军中的电话兵正在为总部安装作战用电话线,这也同样是这批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之一。 云阳当时是红军的集结地,彭德怀便在这里坐镇指挥,使他完成八路军改变。 原来空中的电线是八路军总部使用的电话线,虽然在我们的印象中,红军装备简陋,但其实这是一支十分尊重科学的部队用电话指挥战斗,是尝试。 而且在1931年,便成立了无线电总队瑞金工农红军通信,学校使用的一台电话机,被保留至今老红军蓝园堂,使红军一名电话队队长卡,回忆部下有队员十多名,主要负责战区电话线,铺设保证战场各个指挥部之间电话畅通。 打起仗来电话兵要,沿着山头铺设电话线,这些电话线,有的从地下走有的要让,这树干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,他经常要臭服夜处挑着两箩电话线,冒着炮火在各个指挥部之间拉电话线,保障指挥畅通这支部队到八路军时, 带更得到极大发展左权参谋长设计的黄崖洞防御体系各支撑点之间,便是用电话线连接指挥的。 红军电话兵的风采,怀抱的是一台当时常用的手摇电话机,属于红军不多的高技术含量设备。 第二个穿帮镜头指的是画面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,在照片上出现了恢复总理一较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字样, 所谓三民主义,不是国民党坚持的吗?怎么可能成为红军的标语呢? 的确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方面由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,但红军对于孙中山先生一向并不排斥, 而且一直强调孙中山对于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,红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教条, 如果当时的共产党都是张国道一样的教条主义者,只怕到今天还在穿西和藏边打游击呢。 在舆论争夺中,当时的红军推动国共合作,但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产生的大革命, 进行真正维护的一方,涉组照片中,有一张,在两名红军身后的砖墙上, 便刷写着红军是第一次大革命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字样标语, 特别是,可以从红军当时悬挂的画像上,看出他们对于孙中山的尊敬。 美国记者拍摄红军进行学习,虽然从材料杯们的普希金头像看, 可能并不是政治文件的镜头,和建国后拍摄的若干反映类似主题的照片, 颇有一曲同工之妙,看来这种拍摄手法,并不是东方独有的, 上方悬挂有毛泽东的像,但没有像三十年后那样, 是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谓,而是毛泽东同志,显得更加亲近, 这张画像是根据思路的照片重新描画的。 不过,在更加严肃的场合,美国记者看到悬挂的画像是这样的, 左右两侧是列宁和斯大林,正中间是孙中山,而下方则是昭明的总理医训, 这是蒋介石在每个总理纪念中活动上也要诵读的, 由此可以看出红军的信仰,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, 和并不排斥孙中山的一系列特征, 虽然对于三民主义,边区仅仅是由于形势的原因暂时接手, 但并不妨碍建国后天安门的马恩列斯像之后, 依然摆放孙中山的画像, 看来,开国的共产党人很明白一个没有传承的事业, 即便是革命,也无法扎根于这片大地。 认为照片上不是红军的朋友, 把这张照片也作为一个证据, 认为画面正宗的小红军口袋里似乎装着一台手机或BP机, 反正都是红军时代指有穿越才能拿到的物品, 尤其是一旁只露出半身的红军战士, 被认为伊兜里也装着一只手机, 甚至通过尺寸被推断可能装的是一台诺基亚2002型手机。 出现这样错误推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看到的照片像素太低, 把图片放大后, 实际可以看到画面中央的红军战士口袋里装的是两样东西, 一只带有链子的钢笔, 当时钢笔的价值与今天的苹果手机类似, 带一条链子避免丢失是正常现象, 另一样是一个皮夹子, 自然与手机无关, 和那台诺基亚2002手机一样, 推测只不过是红军宣传队中十分流行的口琴而已, 出身于乐玉短红军的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战死时, 身边还有一只口琴, 对这批红军照片的怀疑, 很大程度上是对画中人物的身份难以确认, 编辑,别避讳。